来 你今天可又姗姗来迟了啊 梁总的球技静静不少 还行吧 想当年可是你的手下败将啊 吴小姐 梁总请你过去一下 梁总不是有客人吗 我回头再说吧 没有关系 请办 真不好意思 吴小姐 让你久等了 没有 是我打扰了您 不会 不会 吴小姐 你好 您好 对了 梁总 关于我们 吴小姐 会吗 一起啊 我 我不会啊 梁总 我们打扮 好啊 我还不信又输给你 来 吴大组长 怎么样啊 拿下咱们的大客户没有啊 别提了 我拿过来的文件 他看都没看一眼 看来梁总把我叫过来 根本就是别有用心 别有用心 什么意思啊 可能 也可能是我小多了 好了 我先不跟你说了 咱们回去再聊 拜拜 好 林总 您需要点什么 嗯 好啊 那就等你电话了 拜拜 好 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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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呀 扶元 来杯热水 你脸色不太好 谢谢啊 来 喝点热水 感冒会好一点 你怎么知道我感冒 你那天失成那样 不感冒才怪呢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你来这儿干什么 因为你欠我个解释 解释什么 厉总 我去趟洗手间 厉总 梁小姐昨天从国外回来了 梁总想举办一个私人派对 想邀请您参加 这是行箭 还有令堂的 需要我送到历府吗 有烫伤膏吗 烫伤膏有没有 哦 有的有的 我这就去拿 我想问你一个私人的问题 你问吧 我还没见你这个委托的时候 我看过你和厉总谋的报道 媒体对你们两个人的关系 多种猜测 扑朔迷离 但作为你的辩护律师 我想知道是哪一种 这件事情跟案子有关系吗 没有 但是跟我有关系 我必须知道 我的当事人的真实想法 我在想 你当年竟然有了这个孩子 为什么当时不跟他说的 你抚养这个孩子这么多年了 现在暴露了 让他知道 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说过 这只是个意外 当初你为他 怀了这个孩子 是爱的吗 还是想利用他 你现在打官司 是真的想要回孩子 还是想得到更大的利益 我只想谈和案子有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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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你的盟友 我必须了解你的决心 也要了解立种猛火 到底对你意味着什么 他 他是我的希望 希望 希望 金钱 地位 事业 还是名义 你要这么想 那就是吧 我都回答你还满意吗 我的回答你还满意吗 那 我也有几个问题问你 可以吗 问吧 我知道你是有名的大律师 我把我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你身上 可是 你不停地在打听 我对立种猛的态度 你是不是怕 怕立种猛的权势 你会白打这场官司啊 我一生最痛恨的 就是那种无情无义 不负责任的男人 立种猛这样的人 不值得你如此善待 我更为你抱不平 不值得你 刚才看到你看立种猛的眼神 我忽然有种担心 我担心我的当事人 是不是真的想打赢这场官司 我当然想打赢这场官司 一定要 那我一定尽力 帮你打赢这场官司 我保证 你们两个好好玩啊 可可可 你知不知道 你认识我 同桌 对不对啊 是的 我在想 要不要把这一幕拍下来 寄给各大网站 卖个好价钱 林主任 您干什么呢 开个玩笑 元长 你忙吗 不用陪我 好 那我替孩子们 谢谢您和立主谋先生 客气 您随意啊 好香啊 我请你吃 谢谢 比你妈做的好吃多了 谁说的 我妈妈做的东西 是最好吃的 那你自己都不爱吃 然后跑我们家去 是干妈叫我去 我才去的 你干吗生气了 要老是和我吵架 那是因为 因为童童喜欢你啊 她才跟你吵架的 我才不生气呢 我要比童童懂事 您收到了 那你就不要生气了 我们快吃吧 毕总 好香啊 张曼迪叫我点电话 慢慢吃啊 童童 怎么现在才接啊 很忙吗 我在幼儿园 好 真的 童谋 下次带我一起去吧 我也想多见见童童 叔叔 我是怎么来的 你的身世很复杂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你爸喝多了 你妈就来找你爸 对了 今天晚上我要参加朋友的派对 不能和你一起吃饭了 中萌 你在听吗 中萌 好 我不喝 爸爸 怎么了 我是不是你和妈妈玩火玩出来的 时间到了 你们先回教室好吗 好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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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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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啦 是童童问我 说每天看着你跟他妈吵架 是不是因为不喜欢他 然后呢 然后 然后 他说不喜欢他 为什么会有他 然后呢 然后 然后 我 我 然后你就告诉他说 他是我跟他妈妈玩火玩出来的 打电话到公司 告诉行政部 说你主动取消 三年 不 五年内所有的年假 我相信啊 今天有一多半的同行 都涌到这儿来了 这很正常啊 今天最后一次提省了 不想拿这个头条 怎么在这一盘混呢 你要了 没有了 来了没有了 这么久 来来来来来来 你快去快去开开 怎么想起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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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试 试